在影片開始之前 歡迎掃畫面中間的QR Code 加入波拉西亞戰績資訊交流群 和我們一起分享你的攻略心得 大家好,我是丁丁 相信許多玩家經過了盛大的上市記者會後 都被震撼到 已經迫不及待想要趕快開服上線充一波了吧 先別急,大家有去看過我之前做的幾部新手教學影片嗎? 如果還沒看的話,這支影片看完記得一定要去看過喔 讓你不會在起跑點的時候手足無錯 那這裡我要分享兩個超讚的省時省力獨門配方給你們 第一個是委託任務 最多一次領取10個委託任務 一開始每天可以解10個 隨著討伐階級的提升,每天可以解超過10個以上 日子久了它會佔用掉你不少的時間 這裡教你一個省時省力的小技巧 你可以不斷重複刷新委託任務 只接相同任務怪的委託 這樣一來,你一次接10個委託 打1賺10 你只要花費一個委託的時間 就可以一次解完10個委託任務 超級輕鬆囉 第二個是超級好用的支援系統 這是遊戲內建的自動練功系統 當你開啟支援系統後就會顯示在畫面上 它的設定方式也相當簡單 開啟模式設定 它分為兩大區塊 整備設定和環境設定 先來說整備設定吧 左半邊是補給設定 你可以設定自動購買各類藥水 自動販售 還有自動保管 這遊戲很需要回魔 魔法藥水是必不可少的 但也要注意金幣能不能回本 然後下方必須設定購買送量 不要超過100 否則你會無法傳送 右半邊是捲軸使用 自動整備需要消耗自動整備捲軸 這個捲軸可以從商城使用金幣購買 也可以在賽季通行證中取得 下面支援強化可以離線掛機 這個功能非常強大而且好用 你不用特別去開啟 隨時隨地關閉遊戲 它都會自動幫你開啟支援模式 手機沒電 遊戲閃退都會幫你自動跑去練功 完全不會浪費你的閒置時間喔 開啟這個功能需要持有支援強化卷 支援強化卷是屬於課金道具 持有後就可以無視每天10小時的支援時間限制 可以全天候自動掛機 支援強化卷軸透過月卡通行證 第一波紅毛的爆達購買取得 強烈建議大家購買 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在影片最後會跟大家說 另一個超級猛的功能 接著看一下環境設定 左邊是掛機狀態設定 調整到自己適合的狀態 血量不要低於80% 免得被人補刀來不及緩衝 以貌模式的話看情況調整 右邊是掛機點設定 當你地圖迷霧探索的差不多之後 就可以開啟空間轉移 它會透過各村莊的傳送點移動 可以縮減趕路的時間 轉換設定就是你的掛機地點啦 它有三種選項 第一種是目前位置 它的意思就是原地掛機 想換新地方掛機前 可以先用原地掛機測試一下效能 如果不錯再加入標記收藏 第二種是指定狩獵場 它可以選擇遊戲內所有狩獵區域 不同等級的掛點 設定好之後它就會自動跑去那個區域掛機 但因為它的掛機點都是系統預定的幾個位置 可能會跟大家人擠人 或者跑到暴走區 又或者跑到王點被王打死 另外開戰之後 也比較容易對敵人摸到掛機點進行補刀 所以想要更有效益練功 不是很建議這個選項 第三種是自己選擇練功點 可以在地圖上設定標記 選擇設定標記的點 支援系統就會到你指定的位置進行掛機 相對可以找自己的秘密基地 避開人潮跟防止被敵人捕刀 我比較推薦這個方式 這裡會建議大家掛點的選擇 設定比自己等級低的區域 例如我35級 那我會去掛32級以下的區域 這樣刷怪的效率比較高 也比較省水 你也可以專門去掛 可以打這座材料的怪當個小礦工 然後你可以從支援統計表裡面 清楚的看到每天的掛機數據 可以從數據上面去修改更適合你的掛機位置 支援系統各功能都非常好上手 必須優先學會 最後記得我前面跟你們說 要買同行證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嗎 它可以讓你同時練兩個人物 我在封測中測試本尊關閉遊戲 讓它自動練功 同帳號內創了另一個人物 然後我看到本尊人物顯示 正在執行支援模式中 哇 真是太神啦 這才是真正的雙飛分身流嘛 不過在正式開服之後 能不能這樣操作 就不確定囉 好啦 以上兩個好用的必學技巧 希望對你們開局有所幫助 如果你有更多資訊想交流的話 歡迎加入我的波拉西亞戰技交流群 最後祝各位開服禮包一發入魂 我是丁丁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6月13號開服線上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們